不再讓你過誕 阿沙陪你 娛樂半小人間 Never wanna let you go Stay Tern on YouTube Channel Smart Travel Hello 大家好 嘩 這條影片又講一下老爺和媳婦 如果你說看AV系列 他們的眼神 現在外面亦有另一個陰謀論 查理斯為了凱特非常上心 即使他的兒子病 以前戴安娜病 都從來沒有用這樣的眼神 你有沒有見過照片是查理斯和戴安娜 那麼親戚的面碰面 我自己就好像沒見過 他們貌合神多 還有你看到凱特左手的照片看著他的眼神 都好像tell you something 不如我們一起看看 凱特王妃曾經消失三個月之後 首次在三月二十二號的時候 坐在長椅子上 而且是AI的影片 告訴大家他患了癌症 現在真實的情況 只有皇室裡 眾心人物才會知道究竟發生什麼事 有一位消息人士透露給媒體 查理斯一直堅定不疑支持凱特 給了他這個申報很大的鼓舞 根據外國的媒體說 查理斯一直跟凱特的關係非常要好 他的稱呼叫做心愛的媳婦 My dear My dearest 即使查理斯自己被癌病困擾 但仍然放心不下凱特 親自去到倫敦診所探望他 當時被人看見是拐下拐下的 所以亦有這個 為何威廉這麼傷感 有什麼事這麼傷感 你看看 這張照片亦拍得相當好 貌合神利的兩公婆 現在被人拍到這些 你看看 這些是鏡頭下的 一直以來他們的感情相當好 據說凱特王妃公佈病情之前 皇室的高層曾經舉行過一個秘密會議 查理斯和凱特一起共進午餐 有一位皇室成員向媒體透露 他說查理斯國王離開的時候 情緒明顯是很激動的 而且狀態比平時不是太一樣 可以見到在午餐的時候 凱特請示過查理斯 到底應不應該公佈這個病情 為何他問國王 但為何不問他的皇夫 問威廉 好了 之前我說過 其實威廉是不贊成的 不贊成他公佈出來的 但他自己臨公佈之前 就走了去找查理斯去吃飯 這個凱特王妃受到陰謀論的困擾 當時已經撐不住了 他想要對外公佈病情 這個想法是得到查理斯的支持的 因此第二天 凱特就在狠身遁宮的花園之中 錄製了這段闢謠的影片 兩位皇室的成員 都先後患上癌症 對於皇室來說 是一個非常悲痛的消息 如何去處理這個危機 更加考驗到查理斯國王的智慧 說真的有鬼智慧嗎 一輩子只懂得追求女兒 好了 英國皇室之前也盡力 將大事化小 小事化毛 並且發佈了多張凱特的假照片 但為了掩飾他的病情 這些公關手段 不見得有任何作用 但英國皇室已經淪為國際少病 實在是有點始料不及 根據皇室的工作人員透露 查理斯國王的情緒是受不到控制 亦有失落 而且很無奈 因為我相信 因為哈里說 威廉的脾氣是很差的 可能這件事 其實我追回這麼多的報道 又沒有說過查理斯 從來沒有說過他發什麼脾氣 但在這次上 他就有發脾氣 我覺得很奇怪 凱特王妃更加要理智 為國王分析李幣 一起作出決策 顯然查理斯非常力愛凱特 甚至把他當身邊的女人一樣 因此投了支持票 這次兩人同時都患上癌症 互相鼓勵和扶持 亦都希望他們兩個都 尤其是凱特 可以跨過這個難關 畢竟今時今日 癌症都不是完全沒有得醫 都可以有得醫 加上昨天我說了 凱特應該是個心地善良的人 因為昨天我那條影片說了 他怎樣鼓勵生癌症的小朋友 加上他是王妃身份 昨天去到那個地方的時候 亦都探望那個癌症的小朋友 拯救了一條生命 因為那個妹妹 是一個很開心海開朗的人 毫無疑問查理斯 的確被皇室裏面的人覺得 這個國王 連他自己之前 戴安娜王妃 從來都沒有那麼上心 自己剛做完手術 根本就沒有休息 就鬼嚇鬼嚇探望凱特 癌症 將兩個人的感情拉近了 查理斯患癌症後 居然也不把自己的病帶上身 而將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海特身上 我想如果被梅根知道 便會生氣他 根據倫敦診所的工作人員透露 在醫院的走廊 見到威廉和海特 他們一起散步和聊天 可以見到在特殊時期 查理斯的內心也覺得很無助 最放心不下的就是海特 這次高層的秘密會議中 無疑被查理斯受到備受打擊 一方面就是皇室的利益 另一方面就是海特王妃的身體 當面臨兩個缺責的時候 查理斯索性被海特自己選擇 不給他師父任何壓力 皇室的專家 她認為海特雖然有自己親生的爸爸 但查理斯的關係也相當好 好像與帶相關一樣 她不說得太難聽 她在英國 難道說她倆有路嗎 被人家煮的狗族 哈哈哈哈 就不奇怪 譬如說在中國宮廷裡 這些 或者香港的豪門 我們先類見不鮮 最無情的帝王之家 查理斯對於海特是無比例外 給了很多關心和愛意 簡直超越了媳婦的模樣 因此即使英國皇室規矩那麼多 查理斯給了海特最大的自由度 年輕時的查理斯一直有另一個說法 即是說她很喜歡女兒 哈里王子出生的時候 其實又是兒子 立刻在達安娜面前表現得很失望 你知道她是個色男人 另一個說法就是她一生都很恨女兒 那頭達安娜王妃生完哈里 她就不喜歡 另外查理斯也很喜歡她的三個小寶貝 簡直好像心頭好 這次皇室爆發了健康危機 期待她們順利康復 無論她們有什麼關係也好 都希望她們早日康復 始終是人命 對嗎? 好的 那我們等待 看看有什麼新的關於她們兩個人的關係 甚至她們的健康進展 好嗎? 都在Youtube上SmartTravel第一時間和大家分享 好多謝 好的 那我們去下一條影片 另一條影片最新的報導 究竟海特的媽媽她的公司是破產的 究竟威廉為何揪手旁觀這個殲滅性的債務 好多謝 記得進來幫我分享 留言點讚和訂閱 並且 沒有東西可以取代得好得過我的網友 你們是SmartTravel的資產 你們應該每個人 進來點讚留言分享訂閱 沒有從溫或看直播 你知道你們對於SmartTravel發展的重要性 所以 容許我在此再次給你們一些掌聲 每一個人不分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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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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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找下一條影片 大家 好像Ronnie一樣 Ronnie很支持 對嗎? 對嗎? 多謝Ronnie 我看到你 你知道什麼事情嗎? 我知道 我知道 你一直在聽 好 我們去下一條影片 多謝各位 拜拜